对比成龙大哥的两个子女,这差距还真是天差地别,一个从小生活优渥一般风酸,哪怕是中到受阻,还有父亲带着信罪,现在照样生活的风生水起。 而另一边的小龙女吴卓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生几乎都是伴随着劣迹斑斑而成长起来的。 99年出生的吴卓琳今年也不过才19岁,却已经准备和自己的同性恋人步入婚姻殿堂了。 近日,小龙女吴卓琳锦和女友Andy同步更新了脸书,显示出两人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创业当上了夫妻当老板,公司名为UCHU House,可号标语相当润血,宇宙梦想像不会死两人,还透露已于4月29月订婚。 小龙女的账号名,也由以前的Apple,变成了Yetta Fan。 这个消息,艺术网友们都在纷纷猜测,这个创业资金来自于谁手? 毕竟早前小龙女还在脸书上落魄录着寻情Video,首次以成龙女儿为噱头恳求得到大家的帮助和转发。 她爆料自己和女友被家人逼迫身无分文,流落到每天晚上睡桥洞。 这个视频一出没多久,就有网友爆料小龙女拖着超时的购物装备,疑似在外拾荒,换又说回来。 你看过这么一气风大的拾荒者吗? 对比现在小龙女高调宣布自己的摄影公司成立,那时候的她说不动,早就拿到了创业基金,也正是如此。 网友们都纷纷猜测该比创业基金是来自于生父成龙女儿又是开公司又是结婚的。 母亲吴起立倒是显得过分冷静,大概已经是对这个女儿彻底失望了吧。 吴起立甚至在媒体面前这样解释说,嫁过去就嫁过去吧,至少还能混个加拿大国籍,也是相当的心大了。 今年19岁的小龙女从此就会走向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创业指负之路了吗? 她能一直颠覆自己的腿被人生积极向上? 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